从我俩出的一项到现在 两年多的时间里 他经常无理取闹 一天最多能和我俩吵四五回戏 从来都不道歉 我俩吵一百次吧 他就能道歉都不过超过五次 偶尔我还一直得容忍他包容他 但是从来就不敢 还总挑我的毛病 说我怎么怎么样 就我现在实在受不了了 特别的累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刘22岁 来自辽宁代业有请 小刘22岁 来自辽宁模特有请 欢迎两位 觉得女朋友无理取闹是吧 怎么个闹法 就我俩已经出两年半了吗 他每次都因为一点小事 比如说他想抱 我在忙我没抱的 他会生气 晚上就一天就能和我吵八回 我为啥跟你吵架呀 我要跟他解决问题 他不跟我解决 他能跟我冷战 然后跟女的关系不明不白的 他说那个吧 是我初中认识一个小妹 很多年的好朋友了 你都跟他好几年没见了 然后你又不带我见 然后你又不把他删了 你啥意思啊 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删 因为初中同学 对 一个班的 同班同学 对 突然联系这样的 还是这 不是突然联系 就是因为我发朋友圈 他老评论我 天天俩人在朋友圈互动 可好了 每一条朋友圈都互动 就是我俩的合照 他也会评论说祝福啊 不光是我自己啥 并且评论就很正常的话 所以你觉得他跟初中同学 说不清楚是吧 就是他说了 这是他的妹妹 那就这么关系应该很好 然后他还不带我去见 他不带我见 那就把他删了呀 那都好几年没见了 为啥不能删呢 删了吗 最后删了 咱们这事不就过了吗 他还有什么问题 他可老了事了 我翻到微信里面的朋友列表 我就问他 这个女生能不能删 他说不能删 这是我的朋友 结果我翻人家女的 那个朋友圈 那女的朋友圈都一横盖 把他给单删了 然后他还说人家是他朋友 他是尴尬我 人家都不把他当朋友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礼貌问题 我如果是和你有什么事 有仇是啥我可以删的 但是我无缘无故为啥 我突然会翻我的列表 我找人删呢 那人家都把你删了 并且主任你知道吗 就是他有个最过分的一个点 就是我在打游戏 他们拿我的手机 发朋友圈我分手了 把我俩的所有合照 朋友圈都给隐私了 发一个我分手了 只要有人评论说 你怎么分手了 因为什么呀 他就删 不这是干嘛呀 他还拿我手机发了呢 就是我俩分手了 不 他拿我手机发了 一张我的好看的自拍 发朋友圈了 然后哪个男的在底下评论 问我你干嘛呢 就把人删了 这个行为谁先谁后啊 我 我 我 因为他当时 为先四五千个好友 我先给他清理清理嘛 所以彼此都不信任 然后就做了一个 类似于实验的东西 他还很双标 他觉得他这样对我可以 我这样对他 他就生气 那你删了他多少人呢 我删了没有几个人 因为他本身 微信的人不是很多 我是微信五千个人 被他删成五百个人 他就是说 我这些都是 不怎么熟的朋友 就没有必要留着了 那我还说 他们是我朋友呢 他们还是我哥哥呢 所以这俩人 这也不信谁呗 就除了在微信上面 你们发现 那个彼此的对方 都有点不太老实之外 你们还有发现了 什么其他的吗 还有呢 我俩处着对象呢 他跟人女的去酒店了 他说那个意思有点夸张 就是因为他要吃饭 我给他做拉面 我煮完了 他就不吃 扔一边 然后那天我生气 我找我朋友去 他是个男的 一男一女 然后我们就去唱歌嘛 唱歌之后 我就说那就去酒店吧 喝点酒啥 唠一唠 然后回来之后 我发现 他和他前男友 在家里头 就他俩 解释一下 我跟他解释很多遍了 我说了 我是因为你走了 你出去了 那大晚上 那家里面 我一个人 我肯定害怕呀 那我就把他叫来了呀 他是来跟我来商量 说这个事 说我跟他为什么吵架了 不是 我就 今年多大来着 我看看啊 22 多大 22 刚才有点恍惚 我觉得幼儿园 那小朋友需要陪 22岁算成年女性吧 没法独处啊 我还怕呀 我怕黑呀 一个女生 而且他都出去 所以没有他 就得有其他人 是吧 不能是你自己 是吧 不能啊 他都去找别的女生了 我为什么 我就得一个人在家待着呀 你是怎么知道 他去找别的女生了呢 他告诉我的 我是找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他都有微信 他都认识 那我认识怎么了 我这边我闹着心呢 我俩吵架了 我跟我前男友在那哭 然后他那边跟一男一女 在那打声扑克玩上了 互相报复啊 你做什么 我必须得做对等的事 才合适是吧 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 这事后来怎么化解的呢 我给他道歉吧 我俩每次吵架 一百次吧 我得到九十五次 他只会到那五次 那就是你的问题呀 你为什么不给我道歉啊 就是面面主好有问题 并且最过分一次就是 我俩去北京有一次 去北京 然后我去上卫生间 我没有叫他 就我忘了 因为我着急啊 我喝多了 我需要去上厕所 我没有叫他 让他陪我一起去 可我生气了 不是 你们去北京 在一个什么场合里面 饭店 喝酒的地方 在吃饭的时候 喝酒 对 有朋友吗 有 一群朋友在饭店里面 两对 两对 一共四个人在一起吃饭 对 你去洗手间没叫他 对 然后呢 然后生气了 那我生气了 你把我一个人 大晚上骗马路上了 我一个小姑娘 我人生地不熟了 哪怕跟我说一下 说以后别这么样了 我都OK 他就直接给我接 我跟你说了呀 我跟你说了 你是不是选择冷战 你在那儿不搭理我 我先问一句啊 为什么他自己一个人 去洗手间没叫你 你会生气 不是 就是 因为我去哪儿 我都是叫他去陪我 然后他喝完酒 就是属于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就是放飞自我了 我去哪儿了 就不用你管了 就这种感觉 给我就是这种感觉 等于你们俩 我跟周老师 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吃饭 吃了一半了 我想上到厕所 我就去了 我没叫周老师 周老师就火了 他没跟我说呀 他如果要他要去厕所 他跟我说 他说我去上厕所了 那我可以让他去 他没跟我说 他直接抬着屁股就走了 他就是觉得 他这个事没有错 但是我就是觉得他错了 我就想让他给我道歉 他就不到 周老师 你说 刚开始我会因为 一件事给他道歉 我俩刚相处的时候 但是后来 他越来越过分 最开始一天一次 可能两天一次 到后来一天五六次 最少得五六次 全是小事 我必须当时 立刻给他道歉 如果我晚了一点 他说道两回歉 一回是因为我生气 你道歉 第二回是因为 你没有立刻哄我 我说我也在生气 他说不行 你们的朋友们 怎么看待你们俩的恋爱关系 无语 他朋友都会劝我俩 就是你俩别处了 那我朋友 当然向着我说话了 还向着你说话吗 但我朋友没有啊 那是你朋友的问题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这又是我的错 他会当着你的朋友 跟你这样吗 比如说我们出去玩 上游乐园坐过程车 没有我恐高 我不陪他坐不行 后来发现我实在不上去的话 他留意和我刚认识那几个朋友 吐槽我各种各种点 最起码我是你对象 你得给我留点面子吧 在外头 我就说一下 他不敢玩 他不陪我玩 那怎么就能让他没面子了 那你是不是有点快小心眼了 这不懂事 后来有一次 我打过去 我没有回到微信 我带我同学家 当时冬天 因为东北有低热 所以屋里 穿得比较凉快 你知道吗 一帮小伙 就无所谓 他直到我在哪 他敲门 就过来找我来了 开门 拎着我 就给我载屋去了 晚上让我朋友说 你们都熟去 外面冬天 他穿着兜两份 人家哐给锁门翻去了 在屋里开始给我吵着 你最起码 你等人穿个衣服 你再撵去 或者是我俩出去说 那是不是 我说不还是你的问题吗 你没回我消息 我去找的你 不是 那是谁的家 我朋友家 他朋友家 那你去了 你们俩处理你们俩的事 你们俩出去 干嘛把别人轰出去 因为我让他出来跟我解决 他不跟我解决 他就在那继续做着打游戏 所以我没有办法 我才把他朋友给交出去的 然后我去跟他解决 咋解决的呢 让他给我道歉啊 道没道歉 道歉了 道歉我就好了呀 他不道歉我就好不了 哦 你的活是靠他的道歉 来活着的啊 姑娘 那他是我对象 我给他发消息 正常发消息 他为什么不回 他心里没你啊 他觉得你可有可无啊 没有游戏重要啊 这还要问吗 受不了了 不过说了一个 事实真相而已嘛 反正我现在我就看不上呢 我都不知道 我当时怎么看上去的 我的天哪 就是还有啊 还有啊 我们去吃饭 就和互相的朋友什么的 他每次都会把我的所有区点 或者我隐私性的问题 或者之类的 全部和他们说上去 你能说个具体点吗 就比如说啊 我这人爱要面子或者怎么样 从他随时说来 就各种 你还好意思说呢 并且会说什么 袜子连衣服一起洗 就是所有 我不好意思和别人说 他都会就是像 无所谓的和别人说上来 从来不顾及我的感受 他说我说的就是事实啊 他每回跟他的朋友 然后就我们一起吃饭 啊啊什么的 他就是每回都要 想着让我结账 然后让他的朋友们 给我转钱 那你说我也不是他朋友 他凭什么总让我 总付钱 然后让他朋友转给我啊 他就喜欢冲那个大头 要面子 但是他的朋友 没转钱我也没有办法要啊 但我说 我说我给他了 他不要 他飞扬我去找我朋友去要 这个先放在这儿吧 我问其他的事好不好 你现在资料上面是代业 曾经做什么工作呢 没做过 那你们俩靠什么活呢 打游戏打打带恋 或者什么样能挣点 就是没有稳定的 你兼职为主是吧 对 这钱够养活自己吗 养活自己是够了 够恋爱吗 差点 您是有职业是吧 模特是吧 有稳定的收入还是 其实也是不一定的 有通告就去 没通告就待着 有通告就去 没有通告就不去 但是有通告的时候会多一点 所以他会花你的钱吗 花不花的 我觉得我俩之间就是无所谓 我可以给他花钱 但是我不想给他朋友花钱 那再问啊 就是今天来这儿 到底是干什么 我觉得你们俩 这么打打闹闹两年多 可能还挺开心的 多有意思 就是因为互相 都有问题嘛 我想他改正就是 不要因为一点小事 就无理取闹 或者吵或者喊 然后就是不要啥事 你道歉你道歉 你今天陪他来玩 是为了什么 我不是陪他来玩 不是玩是吧 我也想来解决问题 我理解错了你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每回都是 我想解决这件事 他不解决 他跟我选择冷战 他选择不理我 你觉得你们俩之间的问题 是什么呢 性格吧 可能解决方式的问题 就我喜欢一件事 你必须得跟我解决明白了 但是他就是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静完了之后 我就好了 但是我好不了啊 我都要给我气死了 供打体啊 你看上他什么了 长得好看 现在呢 也好看 但是就是习惯了嘛 但是他有点 越来越强势了 你知道吗 你看上他什么了 就是当时对我挺好的 然后我觉得 长得也挺帅的 就在就在一起了呗 那现在呢 我现在越看越烦 那干嘛不分开 就是你们提过分手吗 或者曾经试着分手过吗 提过呀 而且都是他主动跟我提分手 而且都是酒后跟我提 然后提完之后再给我道歉 因为我没喝酒 我没有那个勇气和他输 就是你想分 只能借着酒打 对 那就说了就分呗 但是他又不分了 他酒醒了之后 他就觉得哎呀 我前一天说错了 是我喝多了说的 我俩不分了 然后又不分了 那你没个态度吗 我有态度啊 你啥态度啊 他每回喝酒了 跟我说分手 我都说不分啊 我也想出啊 所以你是不要分的 是吧 我也不要分 听明白了 就是你们俩觉得 其实你们俩的这个感情 还挺扎实 对吧 只是因为性格不合 是这意思吗 种种类似的事吧 他特别的刚烈 他特别什么 刚烈 你还小心眼儿呢 就是 贼 强势强悍的那种感觉 给别人就是 你必须听我 你必须按我说的来 就是我需要让你道歉 到哪一步 你就得按到哪一步 一点不一样都不行 不一样的话 你得再加一下 重新给我道歉 反正就是 啥事都是我错了 我也道歉 你就道歉呗 他不道啊 但是我一天道好一遍 我多闹心啊 一个点道一次吧 要是从这个来说 正常的思维啊 会觉得说 女生应该看不上男生 才会这样频繁的 隔三差五地找他 还会麻烦对吧 一般我看上人 我都不说啊 你这是为什么呢 我是喜欢他 我也不想分手 但是我就是觉得 他做这些事 让我越来越受不了 就是我觉得 你就道个歉能咋的呀 你道个歉也 也就是说 如果他向你道歉了 这个男生 其实也没啥不好是吧 对啊 他给我道歉了 啥事都好了 也就是说 他做了所有的事情 伤害了你也好 还是怎么着也好 只要他道歉就行 对 只要他给我道歉就行 哎呀 我的天 那你还挺容易的呀 反正道歉就行了 我吵架不可能是 光他生我气 我也生气呀 不是 你也特别奇怪 他要的是全世界 最廉价的一个东西 你为什么不还 连最廉价的都不想给呢 他要啥我都可以给 包括我也送过他钻戒啥的 啥钻戒呀 就是一个男的 一个辈子只能 给一个女的那种的 我还特意 在他生日蛋糕里面 藏起来 然后他切蛋糕的时候 呱就出来了 然后又说的祝福啥的 就是他要的啥我都可以给 但是这个劲我就整不过来 因为他生气我也生气 不 人家要的就是道歉 但他在我生气的时候 要道歉就闹心 但我要还好了 我要冷静下来 我会去和他道歉 那你还好了之后 我都气死了 我过程我都气死了 我还需要你道歉吗 实践证明确实也没气死 说实话 你们俩谈恋爱谈得累吗 痛病快乐的 快乐是哪一部分呢 快乐就是 从我们都听到了 没吵架的时候 他还挺正常 你这个标准也挺高的 只要正常就行是吧 就是别太那啥就行 就你正常常的 也不用你做饭 也不用你熟了不熟了 你们双方家长知道 你们俩谈了谈恋爱这事吗 知道 见过吗 见过 家长没见过 但是互相见过家长 家长咋样 双方没见过 挺好的 都挺好 他在我妈面前 肯定表现得好一点 他跟我爸面前表现得好 哦 行 最后谈一个 关于未来的一个规划 你们俩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等我有一定的积蓄 然后能力的话 就是结婚 这个一定的条件是指什么 能具体点吗 比如说存款 多少 五十万左右 然后有车 有房 这大概是多少钱的资产了 我挣五十万 我还是家里拿五十万呗 哦 好好好好 那你觉得依你二十二岁 现在这个状态 什么时候能完成这个规划呢 最快是五年 最快是五年 就有可能更多 哎呀 这就比较麻烦了 你什么打算 姑娘对未来 肯定跟她结婚呢 就未来就嫁给她了 需要那些条件吗 她有的话就有呗 没有的话我要 我喜欢她的话 也不需要看她 就是有没有存款啥的呀 提醒你一句啊 我问男生 我说你喜欢她什么 好看啊 现在呢 好看啊 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啊 二十五岁以后 人开始衰老 女性衰老的速度 远超于男性 按她那个规划啊 二十七岁才娶你 甚至更长 你没有担心吗 时间久了 看腻了 时间久了 没那么好看了 那时候咋办 那就不娶我 那就让她娶别人了呗 所以你现在就是 我跟她在一起 我就过好 我们俩在一起的每一天 来吧 各位老师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俩不是来谈分手 你俩是来修恩爱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你俩不吵 你俩这个爱情早就没了 你们全靠吵架 在支撑着你们两个 继续走下去 你们每天做的事情 刚才我觉得 你们特别搭的 女孩说 我们要不在吵架的路上 男孩说 要不就在道歉的路上 这是你们每天 反复做的事情 除了这件事情 你们还做什么呢 年轻人像你们这个年龄 第一种 想想未来要做的事业是什么 你俩没有 第二种 考虑未来 彼此怎么在磨合的过程当中 去关心对方 去收敛自己的脾气 收敛一些秉性 你俩也没有 我身边有大把 二十多岁年轻人 其实在考虑 我的父母有一天也会老的 我未来得赶紧了 我得有赚钱的本事 万一父母突然生病了 我是不是得帮衬一下家里 我身边无数年轻人 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 给父母那个 红包 红包 而且给的还挺多 你俩做法就是 你也不笨事业的 我也是未来迷茫的 你也不照顾家庭 我也不照顾家庭 可是我俩觉得 对方颜值还很好看 我们怎么在一起呢 那就干脆吵架呗 至少在每次 吵架的过程当中 其中有一番给道歉了 女生就 另外一个人就会觉得 原来你还想跟我在一起 那么就继续再玩下去吧 所以你们对于爱情的定义是 吵吵唠唠当中 继续玩 继续霍霍你们的人生 既然你们愿意这样 我觉得继续下去就好 不要希望对方改变 但凡你们有一个人改变了 你们这段爱情 就没有办法走下去了 所以我的观点 继续这样吵下去 吵到有一天不想吵为止 男生如果你觉得吵得很烦 你唯一需要做一件事情 把对不起三个字 变成你的口头禅 生气的时候也说对不起 开心的时候也说对不起 你用不同的表情 来去说对不起三个字 就可以了 这样你们的爱情 可以再继续五年六年下去 我觉得你们两个 都是生活的弱者 弱到没有丝毫力气 去面对这些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其实最后我还想就讲一件事情就是 道歉这个事情啊 勇于认错坚决不改 这也是你看到它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每次都道歉 但从来都不改 是因为真的就是对它来说 道歉已经没有价值了 就是我们平常会非常审慎地 对不管对自己最好的朋友 或对自己的爱人去道歉 是因为那个道歉非常的沉甸甸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这样的道歉 说对不起的背后是我爱你 但是我觉得它的道歉 它说对不起的那个背后是闭嘴 你这种道歉你觉得有价值吗 我其实不太建议你们俩再在一起了 你们俩现在在一起 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谢谢 现在在爱情里头做的 所有的这些事情 不就是因为觉得爱得好无聊 有的时候不是爱情无聊 在爱情里头做的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以后我会改 因为我是真的想在一起 并且我以后会有我自己的想法和对未来的规划 我希望我们就是之前的事就不开心就翻篇吧 然后重新互相认识一下 然后重新我也希望就是不要在一天炒那么多次的炒 因为属实她也挺累的 就是我希望重新认识一下吧 我觉得改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改 我们都彼此考虑一下吧 我真是觉得在恋爱当中你们没什么要改的 你们要改的真是对生活的态度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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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小鹏老师预测一下结果吧 他俩都会输了 是 双出 他们俩人生这么乏味 不谈恋爱干嘛呢 所以肯定是双出啊 来吧 请开门 如果你们自己愿意做一对连体的婴儿 希望你们就连在一起 不要再打了 改变一下生活的态度吧 谢谢两位 来 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